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0年7月13日 山珠省商河县孙吉祥的王大爷 来到自家的一口气景堂 准备打水浇 靖靖靖靖的人 让人有一些切换 让不摬出来 不摬出来 什么摬的时候 你看 别抓住 有一个叫 就吃喝了 这么离奇曲折 这么难度这么大 是我从今以来遇到这事 因为说是最难以性感见的 在山河当地 这种用于惯害的激进十分普遍 而一个人离奇地死在了井底 到底是意外坠落 还是别有隐情呢 因为这个基金这个是只有下点的 一共是40公分 反过来 就是一般是死足的话 就很难丢下去 如果在这里面看一眼 而且这个胶是超下的 我们觉得可能是 有可能是凶杀 这个尸体是头下脚上 当时我们从上方看的时候 只能看到那个脚 当然也不能说看男性别 为了进一步查清死者的死亡原因 警方组织力量对井里的尸体进行了打刀 在打刀尸体时 有位村民反对 早在2010年1月底 他在这口寄警堂曾经发现过血迹 但当时并没有在意 想不到井里竟然会有一具难忍的尸体 尸体在里面 情况是比较长的高度腐败 没有任何的变成条件 经过刑事技术人员的初步探验 死者为男性 身高1米83 体重约90公斤 警方发现尸体时 该男子已经死亡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死者的颅骨 多处反省骨折 应该这个颅脑损伤就是这个死亡原因 然而在该男子身上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其身份的物品 证据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现场的环境就是一个田间地头的旁边的一个警警 这里不可能是第一现场 只能是抛尸现场 如果是第一现场 应该是留的这个 想法一个 看起应该是很多 荒郊野外的鸡警里 一个男人离弃死亡 这口鸡警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警方继续打捞 最后从井底打捞上来一把死头 死者的头部遭受过重创 多处粉性骨折 应该是腹锤类多次打击形成的 我们在井中打捞出来的斧头 应该可以形成 应该就是作案工具 案发现场 位于孙吉江的一片田地里 那么 这个受害人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会离奇的 葬名于荒郊野外的这口井底 脱石 就是位置上去 位置让这个尸体不被发现 那一般情况下 是有发现尸体是谁 那就基本上就知道 所有人是谁 确定失源 是破案过程中 十分关键的一个 警方首先对案发周边地区 进行走访调查 摸牌一年以来的 施封人口信息 如果把事情施封 确定以后 这个案子50%以上 是没有问题的 比他成功就很近了 很快一个叫王熙元的男子 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王熙元 商贺县孙吉江王氏村人 在本地开了一个 规模较大的养鸡厂 这个家伙呢 平常做宝宝 做宝宝欠的银行贷款非常多 成天就是不敢着家 据说是欠了一百多万 蹊跷的是 2010年三四月份 王熙元神秘的失踪了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说明 他什么情况下走的 他失踪的很突然 由于王熙元失踪的时间 跟警力男子死亡的时间 比较接近 警方推测 王熙元有可能就是警力的死者 那时候吧 我这个行的 是我兄弟 然而 接下来的调查 却推翻了这种推测 因为这个死者 身高在一米八左右 这个翻译的王熙元 身高一米七 左右啊 不会太高 因为不符合这个死者的特征 那么 警底的无名男师 究竟是谁呢 民警们只能继续扩大排查范围 从山河县到吉南市 再到山东全省 山河警方收集到大量的人口失踪信息 一条一条的去验证 最后一条一条的都被排除 山河县 山河警方经过大量排查 仍然没有确定 警底无名男师的真实身份 这能说明什么呢 于是警方在全国人口失踪信息系统里查询 同样没有发现 同样没有发现 所有的公民警 所有的公民警都感受到 这起案件 似乎跟以后 似乎跟以往办过的案件 似乎跟以往办过的案件不太一样 我应该就是说是本地人 或者说就是说以前才过这儿 作案斧头能否带来侦破转机 他应当时应建了八十把斧子 到我们去的时候呢 已经卖出去十三把了 特疑车辆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是油脂或者是锡脂 真不行 是很刻意 算计 天网版本正在播出 山中省山河县 一个无名男子 蹊跷地自在一口激情 警方多方调查 也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 这让案件向前推进 变得十分困难 找不着这个诗员 你对这个案件的性质啊 或者就是怎么情况 你又没法做这份量 你这个案件跑不了 你全中一双一双的眼睛 在看着你 另一方面 办理现在的眼睛 也在看着你 在和你较量着 你这种事是不一种 为了打破案情僵局 王立山副局长决定 调整侦查思路 既然调查受害人身份 这条路走不通了 为什么不调查 作案人可能是谁 就是说 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死 他被杀 被杀 被破了这个地方 那是谁做的呢 谁来做的 我不要考虑 是谁杀了他 那是忘记这么结实的 你要这个现场 出现的我们上河村 这个地方 他不是污染的 他熟悉 看着这个嫌疑人 看着熟悉倒地的情况 由于案发的激情 位置偏僻 交通不便 同时又被杂草掩盖 并不嫌疑 因此警方对嫌疑人 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们觉得这个凶手啊 应该熟悉这周围的环境 应该就是说是本地人 或者说就是说以前才过的 那我们倒是考虑啊 这个傻人 何时 他缺有越数物 于是帮了民警 立即对案发周边地区的 可疑人员 可疑车辆 进行排斥 此外 民警试图从现场发现的 这把斧头上 打开突破口 牌子然后就进了了解呢 他的这一批货呢 是在2010年前呢 在外地过来的 我们就开始对着五金市场呢 五金门市呢 进行摸牌 终于在一家五金店里 民警找到了 与案发现场一样的斧头 通过对这个老板的了解啊 他用当时用进了八十把斧子 到呢 我们去的时候呢 已经卖出去十三把了 然而 销售出去的十三把斧头 究竟哪一把是作案工具 谁又是购买作案工具的嫌疑人呢 但是肯定实际上过得太 太长了 这个五金班的老五金店的一个老板 也记不清楚 追踪不了购买斧头的人 也就无法锁定嫌疑人 但是老板娘向警方提供了一个 有用的信息 这匹斧子呢 批货时间是零九年十二月份 这样呢 它的案发时间呢 一定是在零九年十二月份以后 在先前的调查中 警方了解到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前后 有村民在鸡警堂发现了血迹 而作案用的斧头 竟获时间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 由此警方确定 案发的时间段是二零一零年一月 但是井里的死者究竟是谁 谁购买了这把作案用的斧头 他为什么要将受害人杀害 这些疑团依然没有解开 此时 负责派查可疑人员和可疑车辆的侦察员 获取了一条重要线索 有辆红色的桑纳汽车 塞修车厂的呢 里面当时应该有修了有快半年了 但是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去开 修理厂的老板回忆 2010年1月底 一个中年男子开了一辆二手车前来修理 他过来之后说我这车比较早了 你给我做个盆起 但是车主却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于是修理厂的老板只好将车 听到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 那么车主为什么不请来取回自己的汽车 难道这辆车隐藏着什么秘密 当时我们分析的警察不是第一现场吗 是抛车现场 它应该有作案工具吗 我们就凭直觉感觉这辆车是不会有问题 于是警方对这辆汽车进行了仔细勘查 最后兴师技术人员在汽车的后备箱里 找到了一片不同寻常的树叶 树叶上占有一丝血迹的污渍 为了验证树叶上的污渍是否为人形 行事技术人员立即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随后做了抗人血实验 认识是人血 然后宋奖做DNA 这辆汽车的车主究竟是谁 车上的血迹又是水流下的 这辆车是否有可能跟警底男子的死亡远关呢 如果说他在他这个车上提取的证据 提取的这个这个奸材 如果和这个死者的奸材堆上了 那这些感觉就就就就就就跑回来 经过艰苦的工作 激南市公安局的法医们终于确定了输液上血迹的DNA信息 经过我们检验 三三二车后备箱的检验 的确是人血 这个人血就是激进无名燃尸色流下的 哎呀当时突然间我这个鞋的假设计 一下子就释放了 就是好像这么多天的这么多天的证物压力 我一下子释放了 哎呀当时就 就是就是一下子约黑无散的感觉 啊当时非常高兴 至此案情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 受害人的血迹出现在这辆车上 那么这辆车很可能就是杀人后抛尸的作案工具 而车处具有很大的嫌疑 就借车出去拉死人这种事是手啊 除非要么就是你干的 要么你和别人合伙 要么你特别亲密的人 那你才可能用自己的车 让他拉尸体 那么车主究竟是谁 经过调查 警方了解到 车主竟然是已经神秘失踪的 王熹元 在先前的调查中 警方认为 失踪的王熹元可能是警里的死者 而现在王熹元作为嫌疑人 再一次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通过这样我们就能确定 王熹元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那么受害人的血迹 为什么会出现在王熹元的车上 王熹元是否就是杀害被害人的凶手 神秘男子蹊跷命扫经 可疑车辆 警方锁定行业人 那我们确定的经过来 那么我们认为这经过来就是 作案的相应 异地抓捕 却发现行业人已经日害 帮我回路长了 移动同生 是什么导致了朋友相残 算解 天网络正在播出 山东山河警方对713杀人抛尸案件的调查 具得重大进展 警方在一辆汽车里找到了受害人的血迹 由此警方推断 车主王熹元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虽然我们不知道死的是谁 但是死者和王熹元是有关系 然而 基经里的死者究竟是谁 如果他真的是被王熹元所杀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是什么导致了这起命案的发生 这一切都只能在找到王熹元后才会答案 但是就在案发前后 王熹元却神秘地失踪了 他是不是案发之前有的这个事情 有可能白露 他提前逃跑了 这件事情我们分析 觉得不是一个人所感 因为王熹元他的这种审则状况 他又杀这个这个受害人 说他一个人所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么他就有个痛感 于是警方围绕王熹元的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 很快警方了解到 案发前后 王熹元跟两个天津人联系十分密集 他们有一个警察联系的一个秘密的一个小权 那我们确定的经验 那么我们认为这经验就是所感的下意 于是山河警方立即联系天津方面协助调查 很快天津方面有了回音 跟王熹元联系密切的两个人 一个叫韩宝山 另一个叫韩本利 并且就在案发前 韩宝山和韩本利两人 曾经一起到过山东省山河县 警方认为韩宝山和韩本利 很有可能是王熹元的同伙 于是山河警方立即感赴天津 对两个人进行抓 然而当山河警方来到韩本利家时 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韩本利已经联系不上 韩本利的家属呢 就说韩本利是和一个叫韩宝山的人 一起去赛东打工 然后呢韩宝山回来 但是韩本利呢没有回来 警方了解到韩本利身高一米八三 与警底的男子体貌特征 竟然极其相似 到时候我考虑 这个韩本利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死者 因为这个人的施工时间呢 和我们推断的案发时间比较接近呢 我们就对这个韩本利的配偶 及子女啊做DNA比对 在天津警方的配合下 山河警方很快找到了跟韩本利 一起去山河的韩宝山进行调查 自时DNA实验有了结果 警底的那个无名男师正是韩本利 警方本来以为韩本利可能是杀害 井底死者的嫌疑人之一 却没想到韩本利竟然就是井底的死者 韩本利跟韩宝山一起到山河打工 但是韩本利却死在了井底 而韩宝山独自一人返回天津 种种情况表明 韩宝山有着重大作案形影 面对警方的追问 韩宝山咬定韩本利还在外地打工 并且她还亲眼见过韩本利 她就明显的撒谎 因为当时的韩本利已经死了 但是面对DNA的比对结果 韩宝山最终无力辩解 韩宝山就自己交代了 交代是她把韩本利给杀害了 韩宝山和韩本利既是同乡又是朋友 他们一起来到山东打工 为什么韩宝山要杀害韩本利 而韩本利遇害后 她的血迹怎么会留在王熙元的车上 韩宝山 韩宝山 韩本利 王熙元 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壳 以至于发生这样残忍的案件 荒角以外 无名男子祈求命赠警笔 案中有案 杀人抛尸 签出惊天阴谋 建立妄议 为了金钱 他们铤而走险 风波再起 前逃的犯罪嫌疑人 竟然生死成疑 算计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山东省山河警方对无名男士案的调查 取得重大进展 警方确定了死者是天津人韩本利 而杀害他的凶手就是他的朋友韩宝山 但是韩本利遇害之后 为什么他的血迹会出现在王熙元的车上 韩本利 韩宝山 王熙元 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是什么导致了这起命案的发生 韩宝山交代 他之所以杀害自己的同乡和朋友 直出于王熙元的寿命 那么韩宝山为何要听命于王熙元呢 韩本利的脚弹 我们在场上应该是 得打之一 我们都没有考虑的一种结果 韩宝山和韩本利他们两个 是受雇于王熙元那两个杀手 王熙元出钱 让他们去杀害一个人 原来2009年12月 王熙元许诺图十万元钱 让韩宝山和韩本利来山东省 商和县杀一个人 那么王熙元买凶要杀害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张本领 张本领 张本领在山河县孙吉乡做殡葬服务生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王熙元跟张本领既是朋友也是亲戚 那么王熙元为什么要杀害张本领呢 原来王熙元喜欢张本领的妻子张红霞 为了霸占张本领的妻子张红霞 王熙元便向过凶谋害张本领 既然韩宝山和韩本利两人 是王熙元过来的杀手 那么为什么杀手之一的韩本利 却最终命丧警笛 并且死于自己的伙伴韩宝山之手 他就是杀手内控 韩宝山交代 他与韩本利不自跟踪张本领的汽车 试图寻找机会杀害张本领 但是呢因为这个张本领啊 比较既定一些啊 看到后面有车跟的 非常既定 他们没有没有得逞 而此时张本领虽然发现有人要害自己 却并没有报警 两个人在山河县的时间越来越紧 几次谋杀计划都没有成功 但是钱却越花越多 韩本利隔三差五的就会去找王熙元要钱 王熙元也只能如父之父 就是这个杀人的经费 花了将于十万十多万里 最后还以致不够 以致和这个王熙元所有 王熙元呢认为如果这样是做不成 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 将对他不好 最起码他们是杀人为随嘛 有这个王熙元就采取挑拨离间吧 离间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2010年1月24日 王熙元给韩本利链打规划 让他将韩宝山杀害 而韩本利也接受了杀害韩宝山的指定 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行者 最后的王熙元担心这个释放 不会受伤 所以他就策划 就是让一个杀手杀了另一个人 当天1月24日晚上 韩本利与韩宝山相约来到以外 表面上是要商量杀害张本利的计划 而实际上两个人都各怀魂 实际上他们两个当事啊 都存在着想象对方杀死的想法 韩本利和韩宝山两个人很快打斗了起来 最后韩宝山用事先准备好的斧头 将韩本利杀害 事后韩宝山叫来王熙元 用王熙元的汽车将韩本利的尸体 抛到了一口废弃的鸡井里 第二天 狡猾的王熙元又将汽车送到修理厂喷漆 想又掩盖犯罪痕迹 人算不如天算 自以为精明的王熙元不会想到 警方还是从汽车里找到了他的犯罪证据 从而侦破此案 案情终于真相大败 警方成功地侦破了713杀人抛尸案件 同时还侦破了一起未遂的买凶杀人案件 太不合思议了 然后我知道这个情节 但是比小说里面显得更有趣 案件虽然得以告过 但是警方却并没有找到王熙元的想法 那么王熙元究竟去了哪里 这个案子到这个地步应该就差不多了 但是唯一一个缺憾就是猪猫 这个猪猫一定没有到案 案件侦破以后我们认为抓一个逃犯 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限性 警方本来以为很快就能将王熙元抓捕归案 给此案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但此时的警方并不知道 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王熙元此时已经遇害了 他已经成为了另外一级案件的受害人 夺人之期 他布下重重陷阱 机关算计却招来杀身之祸 一个巨大的阴谋 两条生命的陨落 几个家庭的破灭 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水吞咽下贪婪的果实 算计 天网暗幕近期播出 天网暗幕 天网暗幕 三个月 五分钟 四分钟